我们现在开始辩论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证件发表 第一位发言人陈水扁先生 陈先生请 翁教授 李董事长 两位可敬的对手 赵先生 黄先生 三位代表新闻的记者女士先生 各位先进 各位乡亲父老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作为一个台北人 我们感到非常的幸运 而且也感到非常的悲哀 台北我们的故乡 有山有水 出爱口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照理讲起来 这是不用化妆品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都市 但是我们非常的遗憾 我们看到1990年 华盛顿人口危机委员会提出报告 针对世界上 40个国家 100个都市 我们台北市竟然在交通 治安以及居治是不及格的 而且我们有发现到 同样年度的财富杂志 针对亚太的七大都市里边 我们台北竟然被西方的企业家 认为是最讨厌的一个都市 而且我们也发现 同一年度新闻周刊 他们提出报告 说台北是一个东亚的头脚丫 台北跟曼谷 新加坡比较起来是 非常没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罗大要唱 台北不是我们的家 总是有它的原因 后来我们发现 台北一直是我们政府 把它列为这一个赔都 而不是一个正式的首都 而且呢 我们得知道30年来 台北市长一直是官派 官派的市长只有上议 只有党议 完全心目中没有民意 一户官僚的作风 我们感到非常的冲心 所以我们已经等了30年 我们好不容易等到 我们12月3号 有当家作主的机会 我们相信 12月3号我们的选择 不只是要选我们未来的台北市的市长 我们更重要的是 要为我们台北的未来 选择一个更好的机会 国民党有可能吗 黄先生有可能吗 我们已经给国民党30年的机会 我们也给黄先生包括 秘书长任内加起来8年的机会 来举例说明 我们都了解 黄先生一直把 7号大安森林公园 作为他的一个证据 但是我们发现 大安公园上面的一个观像 到底要不要移走 我们的黄先生一直拿呢 不定 充分证明了 他的优柔寡断的 这一个形式作风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003年29号还没有完工 不能够来这一个启用 大安市 我们的黄先生 宁愿让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我们的泥巴公园 结果他说 这是缺陷煤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重视我们市民的安全 我们也发现到 大安公园 营兴的预算只有70亿 10年了两年 最后追加到190亿 难道增加出来的120亿 不是我们人民的谁和钱吗 这样的控制 是有能力吗 有智慧吗 我们又进一步的发现 我们台北市有很多的费土要运作 结果我们的黄先生 还花费了新台币4000万 买来费土来做假山 结果就在公园的里边 我们要做低行车场 给挖出很多的费土 还要花很多的钱 请人家印度 完全没有成本的观念 这样的一个市长 你说还要求市民同胞 给他4年 我说这4天就做不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进一步的发现 我们的捷印木炸键 我们非常的遗憾 也更是非常的痛心 不要乱开支票 到底什么时候通车 连开5张支票 结果跳票5次 我们的黄先生 你负乞应该负得责任吗 我们也发现 我们的捷印是全世界最贵的 但是人家比较便宜 为什么人家没有火烧车 人家没有当机 没有漏水 没有出轨 没有暴胎 而我们什么应有尽有 而且我们的卯粮 才300多根 为什么九成以上 发生严重的泪哄 我没有放弃 你负乞应该负责任吗 你有检讨吗 你有对策吗 完全都没有 结果 非常的不可原谅的 还把我们指南宫的众神明 还把它拉下水 做了几天的法事 就要这些众神明 来保你的平安 还好 这些众神明 没有被说满 非常的有争议感 选择在你发表CIS的当天 也就是 慕大县 火烧车的周年纪念日 给你倒胎 让你漏气 今天 黄先生 你还有什么年 你有什么样的 这一个言念 就是 台北 星象 大周情 我们认为应该改为 台北 外现象 大周 表错情 才能够说这是一个美 这是人性 这是国际观 应该改为仇 鬼神 国际 大笑话 我们认为 黄先生 如果再继续做下去 是一个台北的 另外一个大灾难 那至于 站在我旁边的 赵先生 我们很清楚的 为什么会有 中国新党的诞生 是因为在国民党内部 从事权力斗争 结果失败之后 不得不然的一个残步 结果他把这一次的选举定位为 所谓的 这一个 中华民国的保卫战 各位 有这么严重吗 尤其当县长 中华民国消失了吗 挺清楚的 包括 包括这一个高雄县 包括这个宜蘭县 你说 民进党当县长 我们中华民国消失了吗 我们一直认为 这一种所谓的新租序 不过是一个新的保守主义 我们一直认为 像这样的一种 反民族 反社区主义 反市民主义的主张 重训 所谓的威权 所谓的管制 我们认为这是不足取的 所以如果说换我们的 这一个赵先生 来担任我们的市长 我说 省丘的 我省丑的 实在不在港 所以唯一的选择 唯一的希望 只有陈水扁 跟大家一起做 台北市的市长 我们 才能够 做出 这一个 我们才能够 赢给希望 谢谢 谢谢 下面 第二位发言的是赵绍康先生 请赵绍康先生 主持人 两位候选人 中国同胞们 台湾就要毁灭了 毁在民进党的纳粹法西斯手里 毁在李登辉国民党的 慈禧太后 义和团手里 1933年 希特勒夺德政权之后 先杀共产党 再杀 犹太人 对外面用兵 最后导致 德国的毁灭 满清末年 慈禧太后 纵容义和团 杀人放国 抵抗八国联军 最后 遭致大清帝国的毁灭 今天这场选举 不仅是台北市场选举 而是中华民国 跟台湾共和国的选举 民进党 主张 台独 跟暴力 就会给我们 带来毁灭 而陈水扁先生 代表的 就是台湾共和国 我们看 民国七八年 陈水扁选立法委员的 广告 台湾独立 万万岁 所以在这里 我要请问陈水扁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陈水扁 你承不承认 你主张台湾独立 第二个问题 许荣奇是不是你的朋友 你知不支持 全民计称车行的暴力 第三 你曾经说过 市长可以不选 引擎命案 不可不破 请问你是说谎还是不负责任 请你不要闪躲 一下子说主张台独 一下子又推给要公民筹票 一下子又说民进党的党纲决定 一下子又说要升中华民国的国旗 哪有台独要挂中华民国国旗的呢 民国79年 82年 你在立法院 你就拒绝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下 宣誓立法委员 我在这边 请问陈水扁先生 我在这边高喊 中华民国万岁 你敢不敢喊 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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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请陈水扁 你喊给我听听看 你要喊台湾共和国万岁 还是喊中华民国万岁 我还要请问陈水扁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认为 如果台湾独立 中共会不会打 第二个问题 如果打 你怕不怕 第三个问题 如果打 我们会不会赢 有人说 中共要打 早就打 各位 大家不要忘 1979年以前 有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 1979年以后 从来没有一刻 像台独的浪潮 像今天这么高涨 非要等到 八国联金到了 中共濒临沉下了 股票房地产崩盘了 我们才知道吗 也有人说 要把台湾的问题国际化 那么因此我们 这个 不计代价要进入联合 前夫说 去年三国支持我们 今年七国增加了133% 真是笑话 照这种比例 我们在五年 我们就进联合 我们不计代价要去GAT 大家只在计较 说我们比中共 早一天还是晚一天进入GAT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是被要求 用已开发国家进入 而中共是被要求 是用未开发 跟开发中国家进入 我们到时候门户大开 我们的工业农业要受到重大的创击 而中共它占尽各种便宜 为什么要这样不计代价进入呢 只以为说加入GAT 加入联合国 中共如果 联合国就会出兵 联合国会出兵吗 国际会干预吗 我们看波士尼亚杀的血流成河 看卢安达已经死了100万人 看索马利亚美金进去 又仓皇而逃 国际干预了吗 美国能够救他们吗 李总统说 我们有F16 有幻象2000 所以可以保卫台湾50年 各位 这是一点军事尝试都没 李总统对司马辽太郎说 22岁以前我是日本人 22岁以后 我才是台湾人 身为台湾人非常悲哀 各位 你我我们都是台湾人 身为台湾人 不搞台独 不搞暴力 有什么好悲哀的 李总统又说 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他讲这个话 怎么对得起经国先生 怎么对得起中华民国 怎么对起国民党的先烈先贤 李登辉先生 心里面讲的是台独 嘴巴喊中华民国 因此他像慈禧太后 纵容义和团一样 纵容全民计程车 纵容暴民 纵容民进党搞暴力 来激化史籍 造成两岸的对立 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来创造台独的环境 各位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会把我们整个台湾 带入毁灭的境地 除了台独 除了台独 民进党还搞暴力 陈先生他现在有机会赢 他就笑 笑得好像很可爱的样子 但是在高雄 张俊雄没有机会赢 就搞925暴力事件 在台湾省 陈定兰没有机会赢 在台北县就搞927 把姚立民打得头破血流 他把许荣奇 许荣奇要偷偷出境的时候 要出境的时候 没有遵守法律 谁传谁道义务的时候 请问陈水平先生 你在哪里 81年他怕选立委输给 谢长平 用暴力妨碍公务 法院履传他不到 你什么时候跟公权力 站在一边 现在要选市长 说801925 跟他无关 暴力不应该合理化 去年三一四事件发生之后 在3月16号 早上11点18分 陈水平委员在立法院说 本席相信也敢保证 你们一定会被台湾的民主浪潮淹没 一定会提早走进坟墓 什么叫做提早走进坟墓 这是威胁 恐吓 这是把暴力合理化 所以陈水平委员 他其实就是许隆起的幕后黑手 是全民计程车的幕后黑手 是羞辱行政员的幕后黑手 是羞辱法院的幕后黑手 是支持暴力的幕后黑手 是支持台独的幕后黑手 他所谓的希望就是台独 他的快乐就是暴力 他的机会就是把我们大家都毁灭了 他用最简单的文字 最模糊的观念 迈过我们最危险最烂的东西 各位朋友 全国同胞 他的笑是假 江山易改 本性难以 他其实是最凶的人 你难道忘掉他以前张牙舞爪的样子吗 你忘掉他穷凶恶极的样子吗 忘掉他用预算书去打行政员的样子吗 你忘了他把校长把公务人员 叫到议会来罚站的样子吗 你忘了他拆散前幕跟前翼 妇女相会的这个样子吗 而国民党 而国民党更是无能 毫无执政的能力 军队 警察 司法 特务 都抓在手里 什么事都不干 什么事都不干 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无政府状态 好人安全受到威胁 没有人可以保护 连树林分局的警员 红细招 我去长庚医院看他 看到我眼泪都掉下来 被七八十个人打了四十分钟 身上都是铁条的印子 他说警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 还保护什么老百姓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 黄大洲连在 黄市长 他其实是一个阿斗市长 发生全民计程的事情 他什么时候来执行公权力了 如果我当市长 我跟各位保证 如果全民计程 敢危害社会 敢包围法院 统统抓起来 各位 我有远见 看到危机 我有勇气 把它说出来 我有决心来 贯彻公权力 对抗义和团 我有能力 做好台北市长 谢谢大家 下面 第三位发言人 第三位发言人 是黄大洲先生 请黄先生 主持人 两位候选人 各位记者先生女士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我们这两位 朋友也很会作秀 上台就蛮脑恋的 我想不要那么激情 不要那么激动 政治要冷静一点 比较好一点 我这里 要以很诚敬的态度 还有严肃的心情 来提醒各位 12月3日的选举 是历史性的一刻 它的结果 将直接影响到 你的幸福 台北市政 还有最重要的是 社会的安静 国家未来的发展 所以不要 变成激情的语言 模糊了你理性的判断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一次 我为什么依然的参加市长的选举 不是为我个人的名位 事实上我市长已经当过四年 我想最重要的 乃是为了维护 东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为了社会的安静 以及家事宿政建设的推动 我是台北人 民国45年就来了 台南出生的 首先是从 当桌追随正成功到台南 把河南人赶掉 把河南赶掉 所以我是台北人 也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也是中国人 我深深地认为 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人 就应该要有 隶属的宏观 全单的视野 还有整体的观念 不要在狭隘的 整体情节上打转 我们要有信心 事实上我们 证明 在三民主义 理念下的 正经度度 和生活方式 是所肯定的 这些力量 是将来完成 中国和平 统一的力量 我们要有耐心 要坚持白忍 这是最安全 最可靠的努力化的方向 也才是忠 忠勇之道 忠勇之道 点关 转小 诸为不开 站入台独 和集同的属活动 都是 两千一百万 在台湾的 中国年的灾难 万万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我们要坚持 四十多年来的成就 我们要感念 四十几年来的 艰辛 我们更要展望将来 民政党的党纲里头 就是列入台独的主张 最后的结果 会把自己毒死掉 台独会毒死自己 会把自己打压的扁扁的 我们要 想猜一点 想通一点 不要拿 两千一百万人的父子 猜政治玩笑 这是我这一次 参加选举的 第一本 政治理念 和政治立场 我换一个 比较轻松的题目 刚才的题目很严肃 但也很重要 是大前提 今天我们三个人 站在这个地方 到底什么年来 当台北市场最好 大家看清楚一点 看清楚一点 比比 常想看 四年来 大家都说 我不会包装 不会说话 不会作秀 地区不会作秀 但他们秀的实在 做得非常好 我是不太会 老师讲 我不晓得什么叫包装 我妈妈说我长得不错 我还包装什么呢 我从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没有教我 刷嘴皮 只是要我多做事 少说话 我说 小孩有心没嘴 我的老师也没有教我 他要多说话 他要多做事 少说话 我们的古圣圣贤 还有句话 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为政不在多元 这一句可能也害了 害了我不少了 是这样 还有很重要 巧言令色监狱人 大家都很清楚 对 对 对 台湾话说 仓水不济 公家嘴巴转费 你听到吗 说一大堆 我都没有做 美食专套路 日食无法博 我们的中国政治 很多是这样子 都这样子 都选台北市长 又不是选 软楼的先啊 对不对 不是 会穷盖的啊 对不对 其实那个 口若悬河的人啊 他内心是不平安的 不和谐的 是这样 你念个心里学小孩 他用语言 激情激动 来弥补他内心的空虚 是这样 老师 我非常讨厌那些 华尔夫时的 直下的 我们的政治文化 为我选择了 不大流行的 务实平实 踏实的 做事风格 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认为 政治是做事 而不是做秀 做事而不是做秀 做秀有另外做秀的行业 不是政治人家 政治人物做的 台北市的议员 没有说 黄大洲 没有做事情 做最多的事情 抢难度高的 就是黄大洲 就是黄大洲 最近有议员 保命三个人 村民 德瑞 贵三瑞 他说我是水牛 另外一位先生是黄牛 另外一个是动牛 我觉得 水牛比较好一点 我农家苏天养过牛 从受到牛的影响 说不定 所以每天都是埋头苦干 一步一步的去耕耘 我耕耘那数年 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想各位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大安工园 你不要老是拿一个泥巴来讲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现在早晚很多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登方朦朧 请停止发言 情话绵绵 太多了 有事讲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渐入佳境 第二部分 我们现在渐入佳境 第二部分 是由媒体提问参选人发询 第一位提问的是 中国时报总编辑 王兆松先生 当然这一轮是证件发表 作为一个记者 我的感觉 三位候选人比较像竞选总统 但是作为一个台北市居民 我想要请三位 回到市政建设的现实 那么这个市政建设百费待局 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 台北市的 逐渐的窘困 未偿还供债 以而跟其他的债务 目前已经累积到一千亿元 未来债务还会逐渐扩大 我想首先请问赵超康先生 如果您当选市长 面对百费待薪的市政建设 钱从哪里来 你将如何分配市府的预算 优先次序是什么 你是否会主张借征税来策措财源 如果不征税 财政来源跟市政建设又如何取得平衡 那么另外两位先生 也想请您对这个问题做一点 给我们市民做一点答复 谢谢 请赵先生回答三分钟 我想并不是我要把层次提得这么高 而是如果国家都没有了 就没有台北市 那么台北市的财政窘困 为什么 黄大周先生造成 我们的捷运 原来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亿 他把它追加到四千五百亿 四千五百亿 一年的利息就是四百五十亿 台北市没有钱 他拼命要去办亚运 所以他讲一千万 到最后大概起码两千万才办得下 光土地征收大概就要一千亿 结果到最后土地大财团 今天关注的平原的土地 有多少是真的在农民的手里呢 都是在大财团手里嘛 国民党就是这样嘛 跟大财团勾结起来炒地皮嘛 台北市的预算 一年一千三百亿 台北市其实是蛮有钱的 跟台湾省跟高雄市比 台北市的预算哪里叫拮据呢 是他乱用 不把政府的钱当钱 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在环保署当署长的时候 我在环保署当署长的时候 前后任买的垃圾车 我用一半价钱就买 我的垃圾车还是 二企环保标准的 黄市长买了一个匈牙利公车 还买了只有一截 说风车买不到二截标准 我垃圾车都能买到二截标准 对不对 所以这次看世在人为 环保署的办公大楼 我去了以后 原来一半不到价钱 就换个新的办公大楼 原来还好 看你怎么样 有没有把政府的钱当钱 有没有把整个市政府 当成公司一样的来经营 所有的花费 要想到 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一分一卯都不能浪费 要跟自己的钱一样的仔细 甚至要比自己的钱还仔细 这样子的话台北市的财政 不会窘困 今天是败家子乱花 才搞得这样窘困 那么因此我如果当选台北市长 我不会征税 不会征税 除非 譬如说 你今天像高岛屋 也是黄大舟市长的杰作 对不对 原来为了解决停车的问题 结果他那个高岛屋光解决 他自己百货公司的停车都不够 那么像这样的状况 你任何的重大的建设 你影响了附近的交通 我们要征收你交通冲击费 如果你对环保 开挖工地有重大的破坏 我们要征你环境冲击水 那么这个目的 是希望能够提高环境品质 减少交通的混乱 但是对广大的市民 我绝对不会考虑征税 但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资租必较 对你的这个费用 要好好的来控制 至于优先顺序 我想大家关心的 自然环保教育文化 像这些事情都缺一不可 那么必须要平衡发展 谢谢 接下来请黄大舟先生 刚才黄先生这个题 问得和数数并不很温和 台北市现在 尖正要付利息的债务 就四十大亿 钱多花了一点 没有错 但是你要看看 我们要花在什么方 基隆河的准市 中华商场的开批 大安7号公园的开批 4号公园的开批 我们要花的钱 放在2000例以上的财产的注重 所以你要用 长期的观点来看 投入和产出 你不能用个定点 才财务的一个负担 而事实上 我们雕度的很好 今天要 互习的就是四十八一 我想这一点 也利用这个机会 向所有的朋友们 澄清一下 台北市的财务 非常健全 没有问题 放心好了 下面请陈水扁 如果再继续给黄先生 做下去的话 我相信台北市的负债 绝对不是现在的 所谓的一千亿 如果再给他几年 一直到民国八十六年 按照黄先生所提出来 要做的这些计划 一一来代接的话 我们所投的资料 可能还要高达 新台币五千一百亿 我相信大家都惨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让他 再做下去 一万陈水扁来做就可以了 事实上呢 很多都是贪图浪费 我们的黄先生 好人一个 但是就是没有成本观念 没有出行的能力 所以刚才我讲得很清楚 有关于大安公园 为什么我们自己有费图 自己挖的费图 还要花四千万去买费图 你为什么不做说明呢 为什么你不做说明呢 华东河滨公园 我们租给人家 人家一个月收一百五十几万 我们得十万 这是什么论调啊 这是什么成本观念啊 是这样管家的啦 台北市民交给你 来这个管家 你应该把他当作 自己的钱来用啊 为什么能够扛人民之铠呢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啦 今天很多啦 要找财图 很多人在想啦 所以今天如果 陈水扁做市长 敬岛 要怎么样做 事实上财图 我也找到了 只是黄市长 你不知道而已啊 我们有一个土地税的减免规则 我们应该来要求 中央政府在台北的一定设 他的地价税 他的这个房屋税 都要缴出来 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多增加 八十几亿的税金 黄先生您不做 我来帮你做 谢谢 第二轮 第二轮 请中国时报政治组 政治组主任 王美玉小姐发提问 三位先生 都是各政党的菁英 对你们从政经历不一样 使民众对你们的观感不同 譬如黄大舟先生 你形容自己是一头水牛 相当的感性 但是 民意调查的支持度 你一直是低迷 所以有人形容你 这次的参选 是四买都 我买来医啦 尤其在社会一片 求新求变的声浪中 支持你 有人认为是一成不变 没有耐心在等待你 四年 那陈水扁先生 你是民意代表起家 没有一天的行政工作经验 所以有人批评你 你抗出于投资 抗一抗人比较容易 你当选以后 会不会是一个光说不恋的事 赵绍汉先生 你最近不断有人批评 你是赵一半 因为你从台北市议员 立法委员 乃至于到环保署长 再回头当立委 没有一个职务是做完 有人担心 你刚选台北市长以后 会不会明年又去选总统 谢谢 所以面对这些批评 请问三位先生 你们要如何来说服选民 支持你 而且投你一票 谢谢 请黄大舟先生 先发言三位总统 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是最有复合资格的 因为我懂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我可以用试办公备的方式 把台北市政建设 以最快速度推上一个新的境界 台北市长没有经验的话 没有办法当 有些人当几个月就分 我就分了 我就就下来了 老师老师讲 你他们两个的话 主持人要搞两年 要搞两年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长 你要有耐心 包容心 主闻老师多多逼人 一个要很宽容 爱心 穿思 忍耐 耐棒 耐火 耐劳 才可以当 有尖的毅力 才能够把基隆核冲出来 才能够把这个大安公园 中华商场做出来 没有这种耐力 起码 倒马的人 做不了台北市长 没有老师要 逼人家 多多逼的人 没有这种心怀的人 也当不了台北市长 还有你们对面谈到 台北市长要有国际观 要有语言能力 不一定说很好 至少英文退通 入文退通 否则的话 具具要翻译的话 当不了台北市长 我想这很重要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 开玩笑的 我简单这样打你就懂了 是不是 谢谢 陈锤炳先生 两分钟 如果按照黄先生这样一讲的话 我们台北市市长不要改选了 干脆给他继续做好了 但是为什么附习会输给柯林顿呢 挺清楚的嘛 所以你说要有经验 那如果说这种跳票的经验不要也罢 火烧车的经验 爆胎的经验有什么好 这一个在这边闲跳的呢 挺清楚的 我相信我没有那么笨 你说一定要这个学两年才能够进入这个状况 我相信啊 我进到国会啊 我第一年 我马上呢 就没有输给我们赵先生 他已经干了三年了 我是第一名啊 是不是很清楚啦 所以这是 因人而异的事情 是一个个人能力的问题 是个人智慧的问题啦 怎么能够把 我们跟你的相比并论呢 让我们的了解 今天很清楚啦 包括日本 内阁市的 村山所向 以前有没有所谓的行政经验 今天是 他们的 这一个隔魁 一样的啦 过去啦 这一个美国干得比总统 在说总统 只是国会经验 有没有经验呢 没有嘛 所以你清楚了 今天为什么选办法规定说 国会的经验 可以等于行政经验 那你清楚啦 所以我是认为 这不是问题的 陈水扁 做什么 向什么 绝对有信心 做第一名的国务员 也是第一名的台北市市长 谢谢 邵少康先生 其实我是最有资格的 既有 既当过政务官 也当过民意代表 那么我们知道啊 我很高兴你们鼓掌 但是请不要占我的时间拜托 谢谢 我们知道啊 这个 在做一个政治人物 除了除弊还要新力 我除了除弊 还新很多力 所以应该叫造十倍 叫造百倍 陈委员呢 除弊除了不少 心力没有 所以叫成一半 黄大舟先生既没除弊 也没心力啊 他搞得一大堆弊 应该叫做黄鸭蛋 那么我们看啊 在立法院啊 立法院我通过了十四个法案 陈水扁委员只通过了五个 立法委员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审查法案嘛 而且呢 这十四个法案里面呢 我有七个是政治性 七个是民生性法案 陈水扁委员呢 五个呢 通是政治性法案 一个民生性法案 都没有啊 那么重要的 不是在你做的时间长短 而在你做的多少事情 黄市长要跟我比行政 我到环保署半年 我的民意调查就是八十分 是所有部会首长最高的 你只有二十分啊 所以啊 最重要的我觉得 是做多少事情 在最短的时间 做最多的事情 台北市就需要这样的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李总统不是也变李一半吗 他台北市长只做了两年了 他三年换了三个行政院长 我基本上觉得时间长短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做多少事情 替民众做了多少民众 希望你做的事情 才是最终 谢谢 第三位 谢谢 第三位提问人 是台市新闻部副理李四端先生 李先生 三位参选人好 从刚刚各位的政见发表中 似乎统无之争 已经成为这场 选举辩论的主调了 至少今天在这个会场上如此 因此我的问题非常直接 我想请教陈志炳先生 刚刚你的一位对手指责 你是支持暴力支持台独的幕后黑手 另外一位指责你所代表的政党 是鼓吹台独 对社会安定是有危险 请问您在统独 跟省级这两个意识问题上 您的信仰跟主张是什么 您的个人的信仰 以及您所代表政党的人 主张 会不会反映在您未来的施政上 究竟在这场选举里面 对于统独的预律 选民应该把它当做多大的分量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也请您平估一下 925事件 对台北选政 对你们三位 不会有影响 请陈初点先生先答三分钟 我的太太 是这个暴力的牺牲者 我相信啊 9年以来 我们深受暴力 苦 受害 我相信在场 没有一位朋友 能够比我感受 这么样的身 所以我痛恨暴力 我反对暴力 但是很清楚 我们的了解到说 今天 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 如果说我有机会 选上台北市的市长 要求警察要维持中立之外 最主要的 要保障合法 取缔不法 今天如果说 我是台北市的市长 纵使是民进党的任何的群众运动 有任何的违法行事 我还是不会宽众的 我还是会依法研办 我永远站在警察这一边 其次 有关于台湾的未来 我相信 作为一个人民 绝对有权 决定国的权处 作为人民 绝对有权 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 在宪法的言论保障之下 国民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有不同的 方向跟主张 我相信 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 今天 我 在台湾 来这个成长 我相信 我 热爱 这一个土地上的人民 我也认同这一块的土地 我也相信 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同的族群 我们应该要融合在一起 我们 台湾 才有希望 我们的台北 才有机会 所有的 CS 我还是讲得很清楚 树大族群 应该要心所相连 但是 我也要敬一步主持 包括我个人在内 这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出国所拿的是中华民国的部材 我相信 大家 口袋里边 所带的可能也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我相信 陈水北 也没有例外 除非经过法定的程序 有所变更 否则陈水北 选上台北市的市长 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一眼 很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纵使在立法院 标榜中华民国终结者的 陈婉甄委员 当他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在他后边所悬挂的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相信没有例外 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非常清楚 第二位 赵邵昌先生 两分钟 如果陈水北委员真的是这样 愿意跟暴力划清界限 能不能请你在这边 谴责你们民进党 立法院党团副总召集人叶耀蓬 那天在925在高雄暴力事件 他跳到车上去骂人 你愿不愿意 你光讲一些理论嘛 今天要骗选票嘛 你不要讲一些模糊的概念 你实际谴责要逢 你谴责许隆起嘛 你谴责全民计程车 你呼吁大家 不要搭全民计程车嘛 你通通不做嘛 光讲一些空洞美丽的迟照嘛 今天平常 用预算书打行政院长 平常你做他们的这个 这个幕后的支持者 到了选举 你说你要跟暴力划清界限 你去年要我们走进坟墓里面 许隆起发生事情后 你还说要宽容 要多沟通 不要以暴自暴 什么叫做以暴自暴 好人的人权在哪里 乘客的人权在哪里 今天你坐上全民计程车 你感觉他把 电台的声音关小一点嘛 我认识好多人被拖下来打一顿啊 你有没有站出来谴责啊 有没有谴责啊 民进党党纲里面 台独党纲 那是不是请申讯委员 叫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嘛 否则你三天之内退党嘛 对于我很不会这样讲 对于吴淑珍女士 我非常的尊敬而且同情 但是你一直说是暴力 党外也派了三个律师 包括李庆雄律师去调查 撞到吴淑珍女士的 他全家五票是投给你的嘛 这怎么叫暴力呢 这是错嘛 你为什么一直把他讲成暴力呢 我想啊 很多事情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我赞成什么就赞成什么 反对什么就反对什么 你既然只当台独 就承认嘛 我刚刚问你问题你也不敢讲 现在为了选举又闪闪缩缩 没有原则嘛 第三位 第三位王大舟先生 前委员他在我们的公共形象里头 是一种暴乱 搗弹的一个象征啊 就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你把这个台独正式列入党纲的话 那很清楚啊 你有没有办法去除掉呢 你这个对将来这个 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 那个影响不得了 老实讲 不但说这个 对台北市的住安 对台北市的交通 简直是 雪上加酸 不得了 就不得了 那民众怎么敢相信你呢 你口才很好 讲说投了数道 做的不是那回事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能够 正式宣布 发生机也可以 但我不想你敢不敢 不想你敢不敢 我对这个 前大嫂的 我很通勤 你在台大的时候 我当总务长 我还到医院去 有人说不要去 没关系 我说还是应该去 表示我允许的关怀 不允许的关怀 事实上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台湾的局面 不要再改什么台独 我看这会堵死我们 老实讲 这堵死我们 这应该是清清楚楚 把那话开掉 我看最重要 这样台湾才有希望 中国才有希望 我看完是这样子 我看完是这样子 第四轮 我们请黄兆生先生再提问 王大舟先生 捷运的问题 您跟另外两位参选人 谈得很多 所以我忍到现在都还没有问 不过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如果这个问题实在不能不问 或者有费指手 昨天我细细查了一下 我们的简报资料 在近年来台北市的重大的交通建设中 捷运的确创下了几项记录 它规模最大 造价最昂贵 工程延后最长 被起诉或者遭弹劾的官员最多 火烧车裂缝 爆胎乃至于交通部的李勘未能够通过的风波之多 也前所未见 王先生刚刚在报告中做了一些解释 不过我们还是很想知道 究竟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是天灾还是人祸 究竟谁该负责 这不是包括您的前任 对这个台北市民交通之梦 我也想请教另两位参选人 你们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做出承诺 而又有什么保证 可以保证你的承诺可以实现 王先生先请 谢谢 如果哪一件引起今天捷运系统的结果 我不好意思讲太多 你们想想看好了 我立场很难讲 捷运是大家的痛 也是我内心的痛 我现在能够做的 把他解放交走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把他解决掉 对不对 谁决定两车变速车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但是我向各位保证 没有选举的捷运 没有郑住的捷运 只有安全的捷运 我们为什么要通 不要当我说 等一下好不好 我们为什么要速车 为什么要速车 要找问题嘛 德国速车也速一年以上 你晓不晓得 你这个交通那么负财性的 一定要先跑看看 有什么问题 问题赶快找出来 然后决定怎么去防止防范 这不要的这个维护 然后正式通车营运之后 把可能产生的毛病 降到最低最低的程度 我想这个 我们基本的这个原则 态度是这样子 我们不否认有问题 任何一个复杂的 新的交通系统 到我们国家之后 总是有一些水土不合的地方 老实讲 这很难避免 你家里的车子会爆胎啊 你冷气机也会坏掉啊 是不是 就是你那个汽车 那个 汽车没有啊 也有啊 火车档也很多啊 那我们不能够说 有问题就把火箭掉 这不对 现在火箭呢 我们捷运几千年的 工作童年的辛苦 我现在也不公平的 我们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安全第一 这个我们基本原则 如果有责任 我们当然要 要追踏 就是我基本的态度是这样子 也利用这个机会 向各位朋友们 各位长官们做一个报告 我们解决问题 产生问题 已经绝对很多了 有一部分 我们要看他的 可 那个安定度 操作度 还有这个可信度如何 第一段时间之后 没有问题 我们才来正式通知 这是我们对捷运的 一个基本的 一个态度 和做法 才是安全第一 谢谢 我的说明是这样子 第二位 陈水扁先生 彭先生这样一讲 我们对他更没有信心 那已经从秘书长到市长任内 前后八年到底是谁要负责任 他不好意思讲太多 他事实上他已经知道真相 还是不知道真相 如果说知道真相 不讲 对不起人民 如果说不知道真相 啊这个不好意思 讲太多 所以你不了解嘛 你也应该要负责啊 那其次呢 我们也知道啦 所谓从两车到四车 那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你现在搞了八年还搞不清楚 那你市长是怎么干的呢 那你秘市长是怎么样干的呢 你曾经开过五张票啦 说要通车 你凭什么说要通车 什么说要通车 你有什么样的依据 有什么样的姑娘 亂开支票嘛 充分表示你的能力有问题 你的魄力有问题 你的执行能力更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说 挺清楚啦 抽空减料 贪毒浪费 这些都是事实嘛 那今天是谁的责任 你有负起应该负责任吗 你干了市长 你仲族没有规划 你有族行啊 也有监工啊 为什么要发生问题 这就难道你都没有责任吗 挺清楚的 你没有负起应该负责任 所以我们认为啦 要追究事实的真相 也要追究责任 如果陈水扁选上台北市的市长 今天党会工堂这么多 到目前为止 还没办法保障 我们的这个安全的 这个木杂结衣线 我一定 会请很多的协议专家 在我上任之后的 三个月内 发表 结印 红皮书 如果你黄先生有责任 照样追究到底 如果说 没办法改善 我是认为啦 最后可能只有被迫把它打掉 但是很多人讲说 留着可能可以留着纪念 但是我说如果要留不必那么长 一脚断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第三位 赵昭康先生 两分钟 我想黄市长 刚刚说要跟长官报告 不必对长官报告 对市民报告就好 黄市长的股材其实不差 他是脑袋有问题 什么这个跟家里的车爆胎一样 做了多少百个市民 千个市民 万个市民的车 爆胎怎么跟家里的车一样 我这边还有一个那天你捷运爆胎的胎在我手上 我在路上捡到 两车变四车你说不可以 你再把它四车变两车 八年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很多的问题都是你急着要赶工 急着要邀功 然后赶出问题 所以呢 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 捷运一定要全面体检 国外 香港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到处都有地下铁 英国一百年以前 纽约一百年以前就有捷运了嘛 专家很多嘛 请来 提检 不要搞利益输送那种 那种什么顾问公司 有问题 真的安全有问题 那就不能开 但是也不要像陈水扁委员上次讲 说把它拆掉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有市民建议说干脆改成 改成个电动步道也不错 上面搭一个棚子 不过呢 台北市停车问题很严重 真的有必要 把它做成立体停车场也不错 我算过 可以停好几天 好几天辆车子 不过在这边我要特别提出 一个政治人物必须要远见 当时第四届台北市议会 我就反对 中运量啊 这种高架式的方式 我说全世界 有哪一个国家 在大都市里面 把这个高架在 市里面这样绕呢 当时市政府要坐 34公里 是全世界最长的中运量捷运 我反对最后呢 市政府这个让步 做成10公里 不过那个时候 陈水扁委员也是 台北市议会议会的议员 他没有讲话 不断说他在哪里 否则的话今天更不得了啦 还好我救了台北市啊 否则不得了啦 谢谢 我相信 我相信 黄市长脑筋一定没有问题 这个人生方面的讨论 我想在辩论里头 尽可能来避免 比较好 我想 我相信赵委员的意思 台北市并不是说黄市长脑筋有问题 这只是一种说法 下面 第五轮请王美玉小姐 再提问 台北市的贪赌弊端 实有所闻 不论在都市计划 公共工程乃至于重大的采购案件上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或者是看到 财团和特权介入官说 造成我们决策的扭 负利受到损害 公共品质低落 有时甚至因为官商勾结或者是利益出送 造成重大的弊端 譬如台北市政府被起诉了几个案子 容兴案 匈牙利公车案 社子岛开发案等 这都是 另外就是官场的红包文化在建管单位 地震工商登记 公立医院乃至于环保单位 也一直受到批评 陈水扁先生 你至于打击特权住民 请问你 如果你当选市长以后 你要如何消灭这个红包文化 你要如何面对来自于上级名义代表 以及特权人士的关说压力 也请两位先生就这个问题表达你们的看法 谢谢